不同的故事同样的幸福 烟台舞区246对新人七夕扎堆领证 今年的8月7日 刚好是农历的7月初期中国传统情人节七夕 是许多新人眼中的好日子 有很多的新人选择在这一天签下他们爱的契约登记结婚 现场的新人有40多对 队伍排出很长 每对新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 据记者了解 截止到7日下午4点半 记者了解到 烟台舞区共有246对新人登记结婚 往年像这样特殊的节日 登记结婚的人很多 今年也不例外 很多新人在凌晨就早早来到婚姻登记处门口排队领证 2018年除夕相识 到现在有大半年的时间 于鸿星和李小敏两人度过了温馨又幸福的时光